你们知道最早打卡游西桥村的诗人是谁吗 游西河渺漫游岭附传物 就是宋代诗人周慧曾留下的五颜律师名片 他笔下的游西岭已成为当今的乡村振兴示范村游西桥村 这里是湖南楼底新化县的游西桥村 因水清如油而夺名 建造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古石拱桥 没有一根钢筋和一斤水泥 一代代村民们靠自筹资金和义务修复 使得古桥依然保留完好如初 这已不是一座简单的古桥建筑 更是奉献精神世代传承的缩影 游西为班靠山为家 逃离城市的三天两晚 我在溪流上感受宁静 在群山前享受晚霞 更在茶马古道回味历史语运 全不对我们留下了真正深刻的金融文明 马蹄 采到的银 这个叫做洗凉血 我们每个人在这里做事的时候 人外面 人手牙 生安放 都到这里洗凉 这个是一个风楼杯 没有到河的时刻就是靠这个 坐落在游西桥村的茶马古道 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护士 古石用于连接少阳和一阳两地 历经千年 以不见川流不息的马帮 也听不见清脆悠扬的马铃 但走在古道上 当年运送货物留下的马蹄印记 却清晰可见 宝剑风从魔力出 梅花香子苦寒来 在我身后是生长在石头缝里的一片梅林 正如游西桥村的代代建设者们 他们坚持不懈 无畏严寒 十年如一日 使得这片土地的文旅发展 也像梅花一样绚丽展开 如今 游西桥村已是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之一 作为整村被纳入国家三一级景区的第一村 天难地北的游客 也得不远千里命名而来 烟火藏诗意 诗意藏乡间 放慢 也许是对生活更好的守望